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瓶 现场为你要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能掌握视察法案超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我们现场 老师好 来我们看今天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但我开始说 今天最低在22,849点 最高来到23,178点 说本来说预估总量 我们这边看到是3,186亿 左右这样一个水准 来听我们 马上美国大选就要开始投票了 我们今天看到知名的某一个财经网 他今天早上的给大家一个大标题说 美国大选将至多头未变 这也是老师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所以请大家怎么样 耐心等候 所以我们学完之后 大盘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个股到底该怎么样来操作呢 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罗老师 那我们看到 随着刚刚这个费品也说了 美国总统大选明天即将要开牌 那随着这个大选的一个脚步越来越接近 看到其实台股的一个表现 倒也是越来越四平八稳 你看近期这三天 你看上一个应该讲上个礼拜五 你看原本一开盘大跌将近600点 结果开低走高 拉到将近平盘附近 那这个礼拜昨天一开始 我们看到昨天不敢讲大涨了 但至少昨天怎么样 也涨了100多点 对不对 那今天你看一开盘 受到昨天美股的一个影响 那一度的出现了一个拉回 跌了超过百点 不过反而随即就往上拉高 变成倒涨200多点 这一滴一高之间居然拉了300多点 那现在快收盘了 约莫就在百点以下 大概在80点左右 这样做一个震荡 但是如果说 即将大选要开牌之前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认为整个走势 对 是堪称平稳 好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很简单 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 有人开始要进场来压宝了 是 因为明天晚上 快的话明天晚上就知道了 就结局 对不对 好 那我不晓得废评 到底现在 如果你要压宝的话 你要压谁了 真的吗 我觉得好像贺锦丽不错 对 其实目前多数人 应该我们周遭的 好像没有人会压川普 因为川普上的 对台股确实 他在短线上面 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确实如此 当然我们不晓得 美国人的思维 因为你看 我们觉得川普很乖 对 川普人家还是有40几 将近50%的一个支持率 我觉得就是一半一半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陆陆续续的 随着最后一天 大家也开始进场来压宝 可能压贺锦丽营 哪些阵营 哪些一个内国 哪些族群 他会有受惠 所以开始进场来做个买进 谁可能压宝 如果是川普话 怎么样 那其实我先讲结论 好 我说既然 都已经撑到了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了 对不对 我都快的话 可能明天 我们晚上睡个觉起来 可能到礼拜四早上 大概就有一个 初步的一个结果 可以出来了 那既然只剩下最后一天 又只剩下明天最后一个交易日 对 那你又何必 这个时候 去做一个压宝的一个动作 也是 我说嘛 今天你压对了 对 固然很开心 是 压错了 对不对 压错了 你就 至少你短线上面 对 纵使我认为 刚刚废品一开始也讲了 我认为 长线的多头是没有改变的 是的 但是短线会有波动 对呀 那如果你压错了 你短线波动 你短线 至少你被套出了 或干嘛 就是心里头就不舒服 对 那你何必去跟 跟他 跟他赌呢 我说做股票 不用去跟他赌吗 好 我这样说好了 股市天天开盘 你手擦这天 对不对 你就忍耐一天 忍耐一下 尤其 我这样说好了 明天当然 到了后天早上 应该大事 大概就会知道了 是 那我们现在也是他稍微的预估一下了 如果是贺锦丽上 当然我认为 这个行情应该就直接开高 就直接上去 往上 但是 是不是直接上去 不一定 我这也要打一个问号 我要打一个问号 等一下我再告诉各位 为什么要打这个问号 好 那你说川普上的话 可能就先下去了 但是下去了 是不是整个多头就被改变了 也没有 也没有 好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如果贺锦丽上了 行情当然会先往上开 没有错 对 但是 我认为开高之后 他终究还是会押回 顶多整个一天两天 他还是要押回 为什么 很简单 你认为贺锦丽上了 川普会讲说 就没事了 我就恭喜你贺锦丽吗 依川普的个性 他一定跟你闹到底吧 对 所以有什么作票 四年前 他不还去攻占国会吗 对 那个时候不是还有警察受伤的 甚至还有警察殉职的 没错 还有一些 也是被当场被击毙的都有 那时候其实也是乱象一团 对 所以如果说这一次 贺锦丽上了 我想川普他一定不会 戳过这个机会 他一定还会再乱一下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会不会影响股市 我不敢讲一定会 但是我也不认为一定不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 又是不确定因素 对 所以我认为 纵使贺锦丽上了 对 往上开高 终究他还是要做一次的 一个拉回 对 好 那反过来 今天如果是川普上了 对 川普上了 当然很显然 整个台股必然会受到影响 对 但是记住 嗯 前面 是 整个台股 已经受到这些影响 也不是第一次了 嗯 记不记得第一次 他讲说要收保护费的时候 我说两天跌了一千多点 嗯 第二次他同样的话 再说要收保护费的时候 对 其实两天 只跌了五百多点 嗯 换句话 就这样的一个利空 其实他是慢慢的 在做一个顿化 对 所以纵使川普上了 行情先往下压回 我倒是觉得 嗯 他就是一个机会 好 所以讲穿了 嗯 短线 纵使大选结束 对 长多的效应还在 嗯 但是我认为 他就是怎么样 还是一个区间震荡 嗯 那既然是一个区间震荡 我告诉各位的是 操作上面的一个要局 对 没有什么理由 嗯 那就是怎么样 就是分 断操作 对不对 嗯 涨上去了 该卖一趟 对 你就卖一趟 嗯 跌下来了 对于那些 不会受到 好 不管哪一个阵营上 例如说昨天 好 我说CPU 对不对 跟AI相关 你重视 川普再不喜欢科技股 对不对 你再怎么样重视传统产业 重视 你再怎么样 这个 这个 一些 这个科技 什么半导体 你看不顺眼 台积电你看不顺眼 但你终究没有办法去抗拒 对 AI的浪潮 当然 对不对 所以说短线 如果AI的股票 曾经因为你的利空被掉下来 对 但是如果说你又不能去 不能去改变这个趋势的话 那你反而提供他一个 很好的一个买点 嗯 所以你看 前一段时间 CPU掉下来的时候 没人讲了 这个时候 昨天突然 冷不防就拉起来 那今天轮到谁 今天轮到机器人 记得机器人 讲穿了 也是跟AI相关 是 对不对 因为AI你为了要应用在机器人上面 其实讲穿了 它就是一个大的一个AI的一个概念 一个大的AI族群里面 它在做一个轮动 对不对 所以你趁着拉回 对于这些川普 就算上了 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没有办法去撼动的 这样的一个大趋势 他其实就可以留意 他的一个切入点 当然也包含台积电在内 对不对 纵使你再怎么讨厌台积电 我说台积电也不会因为你川普讨厌 我就收不到单 你科我保付费好了 我还是出在羊毛 出在羊身上 除非你不找我代工 你不找我代工 谁帮你做 难道找那个扶不起的阿东 对不对 那个除非讲大话的吗 都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平常心看待就好了 好的 但是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他在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架构里头 所以 你不要以为低接就可以了 尤其 我说过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分段操作是 往上的时候 你要懂得先跑一趟 尤其最重要的 你不能去追高 不可以追高 我这样说好了 我们就从昨天说起 好 昨天盘面上最强的谁 CPO 是 对不对 CPO 为什么咱们刚讲过了 因为它是未来的大方向大趋势 对 它再怎么样也不会因为川普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当选与否 它会有所改变 所以当没有人讲它的时候 而且股价要经过的整理了 筹码重新转强 资金重新汇流 重新汇集 它就转强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趁着它拉回买进的 对不对 比如说像我们刚讲 这个昨天我们说的 6530的这个创威 是 我们趁 我们来回 我们就分段操作做好几趟了 我们在会员都知道 对不对 有听节目的一个朋友也都知道 对不对 那你趁着拉回买 你看昨天 蹦蹦 昨天那算是第二根的红棒 今天升级还开高 对不对 所以你在昨天涨进 今天又开高的一个情况 就想你是不是就赚钱 因为你是趁拉回买进 你是一定赚钱的 对不对 但是 同样一档股票 如果你是看到 因为过去没人讲的时候 你不懂得买 对 很多投资朋友都这样 没有人讲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这个市场大概没兴趣 这个大概没有什么投资价值 那当大家开始在蒙奖的时候 尤其是很多专家权威名师 开始在歌功颂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我不买 我就对不起他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在讲 大家都在背书 那我为什么不买呢 所以没人讲的时候 你们一点兴趣都没有 当大家都在看这个股票 当大家都在讲这档股票 而且又在掌势上面的时候 你心特别痒 我说我再不买来不及了 对不对 但是一样 昨天你要买创威 买不买得到 买不到 对 掌停板 锁起来 今天可不可以 可以 早上还开高 对不对 让我请问 任意早上你去追 哎呦 现在好 刚才讲到你 真的 在去又起 拔机 现在讲到你 拔机 表示你今天 你上去嘛 你也要拔机 停板去 就被套住了 股票不好 股票不好 我们来探紧 如果你是前面 趁拉回买进 没有人讲的时候买进 对 你就赚钱了 买点很重要 对不对 你就赚钱了 是 但是如果说 大家都在讲CPU 早盘大家 哇 创威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都在讲CPU的时候 你去追 你看 我不是说他不好 他也是长线看好的标的 对 对不对 可是你立马就中枪了 立马就中枪了 对 一样啊 今天换到机器人了 对不对 机器人了 你今天再来追 有些人你根本买不到 对 有些你必须要花很高的成本 他可能在掌停板附近 或者是在半根停板以上 是 你要花很高的成本去追 那你今天花很高的成本去追 你赌的是什么 你赌的是明天 但是我说明天 美国总统要开牌了 要开牌了 对不对 这个波动会很大 是的 对不对 你赌对了就算了 你赌错了 赌错了 你马上又要 又要紧张了 对 你马上又要紧张了 对 所以我说过 在这种情况之下 既然它是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对 操作上面 我要各位你仅尊 你要特别去严守分段操作的几率 而分段操作的几率 一个大前提就是 不能去追高 你看过去我们在讲分段操作 分段操作 分段操作 你们也都知道 为什么你们做不到 道理都很简单 可是为什么你们做不到 因为你们买点不对 你买在低档 你才能分段操作 你追在高档 我们要卖的时候 你就耗在这里 你怎么做 没错 所以一些基本的概念 大家不要以为它简单 你就忽略 所以现在我要去告诉各位 看好的股票 当大家在讲 尤其股价正在涨 千万千万不要去追 好 来听我们涨高的股票 老师说千万不要追 如果你真的很想买 不要忘记了 可以加入老师的Lite8 然后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怎么样 加入老师Lite 来把你的手机打开 Lit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后面的ID 广告当中告诉您 如果您有了ID 还不会加入 广告当中告诉您电话 您可以打电话 进来询问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这样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告诉大家 不要忘记 沉住气烧安物造 静待低阶的时刻 不用急着压宝 接下来等美国大选 完毕之后 股市天天开盘 天天都有机会 所以重点是 接下来 你要买什么样的好股票 怎么样跟着老师 低阶进场来布局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如果你不知道 该怎么样布局的 好朋友们 不要忘了 第一个步骤 先加入老师的LINE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NE打开 因为盘前的资讯 盘中的讯息 跟盘后的解析 都会不定时 一对一把这样的一个讯息 发到您的手机当中 一对一专属的讯息 听伙们 这完全是服务性质 会听伙们 赶快加入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N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有了ID你不会加入的话 记得打电话进来询问 0223659333 02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加入 就现在哦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沸屏 为你邀请到 是我们的专家 乔首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所以说听伙们 明天美国大选呢 就已经要怎么样 陆续的开票出来 准备要底定了 老师也告诉大家 多头没有变的状况之下 接下来听伙们 等开票完之后呢 准备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了 要怎么布局老师 确实哦 当然今天大家都已经陆陆续续的 在进场做一个压榜 因为毕竟在最后一天了 那明天就是一开两凳 一翻两凳也 但是我们刚也是 再一次的跟大家提醒 我觉得股市啊 天天开盘嘛 你又不是说你今天没压榜 那你后面就没机会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没有必要去跟他赌 因为毕竟除非 这个好像内线也没用 对不对 没有用 谁知道说到底谁会上 真的没有人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说除非你是真的是 从未来来的人 有那个时光机 对不对 你知道说到底谁 小叮当 对对对 是未来人 否则 我想到现在连美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就算贺锦丽跟川普自己也不知道 他到底会不会上 对啊对啊 即便川普他一直觉得他就只会上 但是既然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没有必须跟他读 对 故事天天开盘 是 你等到大局已经底定 方向出来了 对 那我们再来看要往哪个方向去做 我想就可以了 当然很多人认为说 万一贺锦丽上了就直接上了 我追也会来不及 我说我刚才也讲了 你不用这么担心 对 因为就算贺锦丽上了 没有错 我认为盘往上先开一个庆祝行情 是 这个几率是很大的 但是川普不会这样就算了 他后面还一定会有一些动作 而这些动作就是不确定因素 而这些不确定的因素 一定会让盘面动荡 所以就一些概念股 也有可能在极短线上 他会形成所谓的利多的出境 是 所以开高庆祝行情可能涨个一两天 他可能还是作为一个压回 所以既然这样子 你没有必要去跟他赌 你等到这些概念股 他有拉回的时候 而且当时已经大局底定 因为毕竟你在总统大选之后 后面还有什么 后面还有联准会在礼拜四 他要公布最新的利率政策 那你等到这些不确定因素 都已经慢慢的一一都厘清之后 你在一个比较明朗的情况之下 你的胜率是不是会比较高 我说过做股票 它就是一门投资的学问 它不单单只是 就是一个压宝来看哪边 就是赌运器 我说你真的要去赌运器 那你就去澳门赌 你获得的奖品可能还比较多一点 对不对 股市里头我给大家的记忆 还是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的 开大门走大路 胜率高我们就进场 胜率不高又或者只是五五波 对比较现在的美国总统大选 是五五波 那我们就看嘛 你别急嘛 股票天天开门 对不对 你又不急着说今天 我今天不买 我就明天都没得买了 不会啊 对 那你干嘛那么急 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就是锁定 任何 如果哪一个阵营 它胜选之后 哪些股票会上来 对 但是这些股票你不用现在去买 你等到有适当的点位 我们再来逢低承接就可以了 好的 那如果说对于哪一个阵营上了 哪些股票会直接的受贿 那最重要的 那这些股票我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位 对 我可以来做买进 你没有把握 你不确定的 没有关系 刚刚费萍也说了 至少你要有我们股朔宾和LightEd的官方账号 没错 至少好的股票 我会帮你掌握 至少好的买点 我也会提醒各位 不会让你错过 对不对 如果说你想要更直接的 我们锁定下一档标的 我们出手的时候 你希望一起能够跟上的 那么更直接 除了加入我们股朔宾和LightEd的官方账号以外 你就在我们的对话视窗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等到我们要买进下一档股票的时候 自然会有专人 直接通知各位 我们要买什么 欢迎大家一起来做一个 共同参与 好 那天我们想跟着老师准备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吗 不要忘记了 赶快加入老师LightEd 然后在我们的对话框 留下您的联络电话联络方式就可以了 怎么样 加入老师LightEd的官方当中告诉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这样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呢 在节目当中呢 今天一样告诉大家 乘住气烧安物造啊 美国大选即将要公布了 近代呢 第一阶的时刻 让老师带您进场来布局 现在不需要怎么样急着压吧 因为老师说 股市天天都开盘 股市天天都有机会 您都有机会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想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最新锁定的标的吗 不要忘记了 您赶快加入老师LightEd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然后在我们的对话框 留下您的联络电话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的服务员就会 马上跟您联络了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接着对话框留下您的联络电话 可以联络上您的电话 不管室内电话 或是您的手机都可以哦 有了ID还不会加入 好朋友们 不要忘记了 赶快打电话前 我们的服务员会 一对一的告诉您 怎么样把老师LightEd 交到您的手机当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小老鼠RBH888 对话框留下您的联络电话 02-236-59333 赶快加入